看完香港 要看台灣 明天520蔡英文總統要就職了 不過我們來看到這一次 中國又再次的進行登島演練 國防部就說大家不要緊張 這是例行的演練 而且我們都已經好好的控制了 不過我們仔細來看 這一次中國推出 他們有關於登島演練的畫面當中 真的讓我們發現到 他們的武器 他們的策略進步滿多的 的確 當然一開始 我們很多也就開始議設說 這一次因為520蔡總統 馬上就任了 這個時候突出這樣的訊息 是不是代表排壓恐嚇 其實說真的 中國大陸解放軍有230萬 230萬人 你要統統待在家裡面吃飯 不出來演習 不出來操演 這不也是很不科學嗎 他們演習真的滿多的 對不對 也不科學對不對 所以你說部隊來講說 部隊基本上來講 他就是要為建軍備戰做準備 所以他出來就一定要進行一些 例行的這些演訓 這一次的演訓 其實你說他真的這個規模很大嗎 他其實基本上來講 是在31集團軍底下 當然31集團軍 馬上大家就會說 這個是部署在這個廈門 他的目標是不是就針對台灣而來 你說如果今天他 如果他這個部署在廈門當面的 31集團軍 完全不做任何這個演訓 其實也是一件不科學的事情 當然大陸上面來講 由於他們本身 他們的這個電視頻道中 有一個台 就專門報導軍事跟農業 所以他們也需要大量的這個素材 有這樣的一個素材 等於說31集團軍底下的一個合成營 進行演訓的話 當然他也是要拿來報導一下 你說今天一個營的演訓 就是代表對我們台灣的這個文攻武嚇嗎 我覺得我們也不要太小看之處 一個應該還好 對 因為你看 我們平常有空沒事 平常一定大概每一天 像這個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在南部的我們那個山區連續基地 就一定有一個旅在做那個 聯合的那個下基地的訓練 你說這個旅 我們不就是該跟人家示威嗎 當然不是嘛 軍隊本身就是要建軍備戰 就是要訓練 不斷的訓練 然後如果真狀況發生的時候 才能夠減少自己的傷亡 另外他也才能夠勤練戰績 當然他們這一次 他們這一次的這個31集團軍底下 他們這個合成營的這個概念 其實我覺得相對來說 是有點像我們的這種聯兵旅 但是比我們的聯兵旅的概念 還要更小 合成營 合成營 對 他其實是一個營集的一個單位 但是他裡面納入了 等於說直接可以包括像跟空軍 還有一些就是友軍的軍種 一個橫向聯繫一個平台 陸海空都有 對 他把他在這個合成裡面 直接建立了 就是對友軍之間的 橫向聯繫的平台 也就是說他的 等於說他把他的整個戰術單位 就把他作為一個贏的大小化 其實又更小 而且更具有機動性 另外他其實本身優於 他配備的這些武器 包括他可以直接的 透過指揮這種武裝直升機 就戰鬥直升機 然後這種艦艇等等 也讓他的這個機動能力 其實也相對來說也大幅地提升 當然這一次你可以看到 他們裡面的這個影片 他們有包括像那個燈陸攤頭等等 但是相對來說 這樣的一個登陸的這種演練的訓練 你如果說看他的這種載具的話來講 他基本上來講 他這樣一個31集團軍 這樣一個合成營 某種程度來講 他應該是針對一個比較小型的島嶼 所進行的一個登陸作戰演練 有可能是像金門馬祖講的 有人說針對台灣 金門馬祖 針對台灣的話 如果這樣的話 那當然是我個人覺得是還不太夠 因為你只好針對台灣的話 你可能其實他要動用到相當大型的 包括像這個大型的這種兩棲艦艇 而且他登陸戰車的這個數量 也要相當地提升才有辦法 而大陸其實你可以看到 剛剛就真的如你所說的 他們現在這一次的這個演訓之中 他們其實也有新的這個戰車車輛數量 像譬如ZBD-05 這個兩棲登陸的這個車 他的ZBD-05 其實在目前的這種兩棲登陸的車輛上面來講 他的性能可以說相當地這個不錯 因為他在海上的這個行進的速度很快 比我們的AAV-7要快上很多 而且他的裝甲跟火炮 相對來講都比我們的這個AAV-7要強 因為他的ZBD-05上面 甚至於還有相對 跟我們的這個車輛比起來的話 他有相當大的這個火炮 等於說他的戰鬥力 其實是比我們的AAV-7要強得很多 另外他們其實現在也演練了 包括像像他們最新的這種 新的這種兩棲作戰艦 包括像水上的登陸戰車 還有空中的直升機 利用了這個直升機跟這種登陸戰車 形成一個立體的這個登陸作戰 所以相對來講 你可以看到中央大陸他們這幾年 他們在這個就是 包括像這種兩棲基布斯 或甚至陸戰隊的建設上面來講 他們的速度其實都可以說相當地快 像他們這個ZBD-05這個車 他前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擋浪板 放下去以後 然後他車本身你看 從這個兩棲登陸鍵上面開下來以後 對不對 他後面利用他這個船無甲板開下來以後 他這個車就可以很快速地 然後指向攻擊的目標 而且你看 他上面的火炮口徑相當地大 也就是說他在登陸的過程中 如果碰到敵方對他有這種火力的反擊 他這個ZBD-05上面的火炮 其實是相當具有一個威力的 所以嚴格來講 我們其實自己嚇自己 真的大可不必 但是我們也的確要注意到 他們這個最新的 何成營的這個新的作戰的編組 還有另外他們在包括像這種 水陸兩棲登陸載具 以及他們搭配上這些新的這個登陸艦艇 在戰術上帶來這個提升 你看他們也用這種拋繩槍 然後發射繩索 然後進行攀崖的訓練 好像真的 對 你看 然後又有這個彈兜直升機 發射火箭的 不同的地形都驗電了 我們就必須要了解到 就是說他們現在在新的載台 逐漸在進步以後 對他們的兩棲登陸作戰 所產生的這種戰術上的變化 然後我軍要如何因應防禦之道 這個其實才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態度 比方說他一演習 就是他又是針對台灣來了 文攻武嚇了 那大可不必 但是我們也的確要針對 現有的變化做出準備